台湾居民中鼎邦被中共政法委系统国安人员扣留 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香港七一前夕 在中共各派角力政局混沌不清之际 如何解读这起事件 接下来的微视频我们把镜头交给赵培 6月26号新华社是说台湾人中鼎邦被扣留了 理由是他获得机密文件进行干扰卫星 说白了就是进行插播 不过中鼎邦的家人是否认了 虽然新华社的稿子说了一大堆国家机密国家安全 一直在暗示这是一起金蝶案 但是就是不敢明说中鼎邦是金蝶 因为金蝶的学术术语是为别国做代理人 但是中鼎邦并没有为任何国家和政府工作 就算他做了插播也是为了中国的百姓 根据我们得到的独家消息 中鼎邦是一位法轮功学员 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老兵 随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 两岸无法往来 他落脚台湾另行娶妻生子 老太爷去世之前嘱咐中鼎邦说 要照顾好老家的亲人 所以中鼎邦这次才会回到江西老家 他是有情有义 中鼎邦的女儿钟爱在领书上 请求各界援助来营救爸爸 这哪里像经典案 分明就是人权迫害的案例 中共在大陆是禁止民众私自安装卫星的接收器 逼迫着百姓花钱收看中宣部洗脑用的有限电视 北京观众的电视开机率已经从70%降到了30% 除了电视节目受到网络的挑战之外 中共的媒体管制也起到了扼杀的作用 在这个时候中鼎邦回去做插播 我说他是一个帮助中国人获得自由资讯的英雄 江西历来就是江泽民血债派严控的地区 江泽民的大管家曾庆红就是江西人 在今年两会上周永康特意是出席了江西省的会议 最近周永康的日子是实在不好过 他主管的国安部在上个月是出了禁谍案 国安部的一名副部长的助理因涉嫌为美国人当禁谍而被捕了 这个案子侵扯了350多名官员 国安部自己不能安国反而出卖情报 已经成为了重视之地 这次中鼎邦的伟案周永康其实是一势二鸟之计 一是让胡锦涛在七一香港刑上受到指责 另外是表明国安也有作用找找面子 不过周永康这一次是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让国安是更加丢人 把一个人权迫害的案例污蔑成了禁谍案 反而泄露了国安部在610的指导之下 这13年来只干了一件事情 就是打压法轮功 什么禁谍什么国家机密一概不管 不光不管还自己当外国人的禁谍 好谢谢大家 我们更多为视频在新唐人网站 请大家浏览观看 谢谢